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这里是辉煌地铁站上面 最多人快的是 象神和拉虎天神 这两个神都是印度神 前面黑色的一尊就是拉虎天神 拉虎天神很多人 在星期三拜祭 因为星期三是拉虎天神的日子 你发现原来拉虎天神是没有下半身的 拉虎天神自然不是一个天神 他在天亭上喝了一些不死药 他不是授权给他喝的 被日月天神告状 说他偷了这些不死药去喝 之后就去对付拉虎天神 因为饮了这个不死药 所有的天神都不能消灭 之后在捉捉他的期间 就斩了一半身 斩了一半都不死 所以后来知道了拉虎天神这么厉害 就被拉虎天神去掌管了这个是非 拉虎天神就说 所有人说是非我就吃了他 所以他去捉捉一个球形 就代表人要天神 拜拉虎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以非小人之外 是掌管十二生肖的 每一年每个生肖 有机会有强乳药 如果乳药的那些生肖 拉虎天神就会吃掉它 等于中国的犯太岁 例如今年熟龙的人就不要云了 拉虎天神就会吃那些熟龙的人 如果熟龙的人去拜拉虎天神 祈求他希望保佑今年再顺利 可以顺利度过这一年 拜完之后要一年之后 再回来还神 其实拜完之后真的顺利了 好了真的好了 其实我们做一个尊敬天神的仪式 我们总要还神去做一个还神的仪式 当然要看你自己的诚意 好了 在时间方面 其实不是一定一年内一定要还 其实如果你真的顺利 好的话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来还 还神呢 其实拉虎天神是喜欢一些黑色的贡品 例如芝麻糊 芝麻糕 可乐 黑啤 皮蛋 黑色的贡品 都可以还 我们还神可以买八样的贡品 在拉虎天神后面 就有一尊象神 象神就是印度天神 泰国人很多人都会拜象神 因为象神就是关于钱财 健康 智慧 和事业 其实象神在旁边 有一只老鼠 老鼠呢 就是象神的试者来的 而且呢 现在你见到呢 象神呢 有个先生呢 就挂一些布上去 那其实呢 这些布呢 供给象神的 意思说呢 我可以在那里买一些布 挂上象神的身 希望呢 象神呢 就更加尊贵了 有两个做法 有些人呢 就会直接去 粉象神去求试 有些人呢 就会在他旁边的老鼠 在试试声说给老鼠听 对了 在语仔说给他听 我想求什么愿 希望由他去转答给象神听 的 那拜象神呢 就不同 拉虎天神了 拉虎天神就是喜欢 黑色的贡品 对了 但是象神呢 就要红色的 那通常我们拜象神呢 这里有一个 我们可以买九款不同的生果 有红色的糖水 奶 会装五支或者九支香 都可以的 那幻神也是一样的 随时来幻神都可以的 这里香火是很顶程的 反而这里的泰国人 会比四面神多 拜四面神多 因为四面神现在呢 自动爆炸之后呢 拜的人 泰国人 拜的人少了 多数会来这边 拜拜象神和拉虎 不是四面神和力严 因为大家都会有担心 不会再有些好事发生 所以呢 就多些人就来这边了 所以呢 除了四面神之外 象神和拉虎天神呢 泰国呢 都是一个很多人拜的神来的 其实呢 有些人说佛像是否不能碰的 其实佛像是可以碰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泰国人呢 是真的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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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来泰国都可以来这边拜拜 的 是